割喉的小二女童其實原本中午就放學了 下午她還會留在學校是為了要上古針課 因此這名女童的古針老師認為 沒有照顧好女童非常的自責 在臨堂外激動落淚道歉 她認為她自己是間接的害人兇手 我不夠禁止 今天才會發生這個事情 我是間接的害人殺人兇手 我教她兩年古針 古針 那她表現怎麼樣 那這音樂方面是比較有天分的嗎 我們不要再講這些 我只能講說我真的是 我要抱歉 這名女童的古針老師 在榮總的臨堂外崩潰 所以痛哭非常自責 也配合警方調查 老師說昨天案發的時候 女童是單獨去上廁所 這過程時間大約是10到15分鐘 後來其他同學走到去到廁所之後 趕回來報告老師 學校才知道出事了 所以老師認為自己也是間接的害人兇手 而女童的這個靈堂 來悼念的親友非常的不捨 畫面當中也能夠看到見識員 前來相驗遺體 搶免得相當的哀奇